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气门机构。 其组件负责执行气门的进气和排气。 气门 气门座圈 气门弹簧 弹簧座 气门锁片 挺住 气门摇臂轴 推杆 气门摇臂轴支架 气门桥 还有支撑在气门机构里的所有摇臂。 进气道让空气进入气缸。 排气道将燃烧过的废气从气缸排出。 进气门打开让新鲜的空气进入气缸, 然后关闭以保留空气进行压缩冲程。 做工冲程和排气冲程。 排气门在进气门打开时是关闭的, 但是当排气冲程排出气缸里的废气时是打开的。 由于气门的工作速度很快, 所以气门承受相当高的工作温度。 为了承受高温, CTP的气门都是双金属或者三金属, 对于承受更高温度的排气门来说, 尤为重要。 CTP的三金属气门的受力面上相有乌个骨合金以提升耐久性。 这样就可以有效提高硬度和耐腐蚀性。 当气门关闭时, 它必须保持高度密闭容纳高压气体, 使之高压燃烧。 这就是气门座圈装进钢盖的目的。 气门导管是为保持气门倾斜而设计的, 而且确保了气门与气门座圈对齐在钢盖里上下运动。 在气门导管的顶部周围, 有一个弹簧压盖装在气门杆上。 摇臂产生的压力迫使气门向下打开钢盖进气道。 当摇臂释放, 压缩的气门弹簧存储的能量, 使气门弹簧回位关闭进气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